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没有结论 拜登和美国情报部门也真的挺可笑的 拜登指挥美国情报机构来调查病毒溯源 无非是想着先射箭后话吧 表演一出栽赃诬陷的戏码 可拜登有没有想过几个问题 美国情报机构有公信力吗 美国情报机构有专业的科学背景吗 即便美国情报机构敢诬陷中国 拜登自己就敢动手吗 大家都应该记得2003年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举着一瓶装有白色固体粉末的小玻璃瓶 说这就是美国情报部门 在伊拉克井内搜集到的化物原料 说这个小瓶子就是伊拉克 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随后美国入侵伊拉克 打得伊拉克满目疮痍 难民遍地 那鲍威尔说的 美国情报部门在伊拉克井内 搜集到了化物原料 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在之后的战争中被证实了吗 没有 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鲍威尔表态支持拜登 这引来了川普的不满 在2020年6月7日 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指责 鲍威尔是一个真正的死因分子 他应该为我们卷入灾难性的中东战争而负责 鲍威尔不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他们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去打了一招 川普这份表态直接就证实了 美国情报部门是栽赃陷害了伊拉克 鲍威尔栽赃陷害了伊拉克 所以美国情报部门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呢 看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里抢占的油田 看看当时还是士兵坐在伊拉克金砖上的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 全球各国谁不知道美国情报部门为了服务美国利益 不惜制造假证据 不惜发动对外战争 拜登是个美国的老政客 政策上没有什么新意 总想着从美国过去的成功案例中找到一些可复制的模式 与中国竞争 他想的还是美国和苏联冷战的那套 发动美国的盟友一起对付中国 也不看看如今全球化的时代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的时代和过去美苏冷战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用高关税没能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找盟友一起对付中国搞经济脱钩也没能成功 哈里斯访问越南延迟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的空大 越南总理去见了我们中国驻越南大使 说越南不会结盟对抗中国 在新冠溯源的问题上拜登也是想着复制洗衣粉时刻 想着用早已丢进脸面 毫无可信度的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报告来栽赃中国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也不敢直接构陷中国 一方面因为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问题 直接栽赃中国造谣实验室泄露说 全球科学家都等待着可以直接打脸的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很强 远不是伊拉克可比的 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胆量复制洗衣粉时刻 所以拜登当初下令90天内美国情报部门拿出新冠溯源报告 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恐怕他自己都没想明白过 即便美国情报部门敢复制洗衣粉时刻 拜登就敢对中国下手吗 这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仔细一看呢 原来是个250 于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可笑的场景 一边这份溯源报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 另一边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 之所以没有结论是因为缺乏来自中国的详细信息 这个结果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都不用什么调查过程 比如我们也可以说 因为缺乏来自美国的详细信息 所以新冠病毒是不是由德特里克堡泄露 并没有明确结论 如今CIA也搞得和CNN一个水平了 最近这几个月科学上导致证明了美国出现疫情的时间 远早于美国先前公布的数据 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网站发布的 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共同参与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 这项研究对2020年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集到的 2.4万份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 其中1月7日采自伊利诺伊州的一个样本的 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系 一个人产生病毒抗体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 所以估算回推在2019年12月24日 美国就有人感染了新冠 与此同时研究样本中来自马萨诸塞州 威斯康辛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其他6份样本 也同样在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中 结果呈阳性 2020年初收集的5个州的7份血液样本含有 新冠抗体 不仅说明美国的疫情出现时间很早 同时也说明美国疫情分布范围很广 这还是美国自己的医学研究机构 美国自己的官方卫生机构的调查发现 那没有被调查过的德特里克堡呢 没有被调查过的所谓的美国电子炎肺炎呢 美国电子炎肺炎患者的血液样本总应该有吧 美国情报部门90天新冠溯源报告出台前夕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WHO的谭德赛 递交了关于德特里克堡的疑点 关于北卡罗莱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 两份非正式公函 如果有些人坚持认为实验室泄漏不能排除 那理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莱纳大学开展调查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